我去拿去 我去拿去 我去拿去拿去 谢谢 这个东西还是没有修好 一直在想 很麻烦 什么东西 其实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寄来的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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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有人给我打电话 不知道什么问题 好像是 关于什么包裹 我都晕了 我们现时应苗些电号比普通通 встреч的电话 好 请你会留给唐果 每次打电话说 都是没有人 小时候庠字 17分钟 余能等十七分钟 开什么弱 好笑啊 还有三分钟,都睡着了 唉,这玩意太坑人了 Apple ID and phone number are now being used the FaceTime on a new Apple Watch 还正在升级当中 升级到了web 3.0 但是现在升级完之后还没启动 OK,这次的包裹就非常的好了 没有包那么紧 所以直接用手可以吃它 Great AK Max Wireless EarPods iPhone 7出来之后所有人都玩无线耳机 Wow 看起来不错 简直不可理喻 You are currently number 13 Estimated time to answer is 16 minutes 简直不可理喻 做成吗 这样铒 iPhone 7 iPhone 8 iPhone 8 iPhone 8 OiPhone 8 简直到肉 液好 refen ies iPhone 9 audience 攝影 energia 攝影 ях ase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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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玩手机一般打,确实报应 咱会 这个电话似乎永远不会打通 手机已经快没电了 你的电话似乎是 简直不可理喻 我拿了一个电话似乎你们 是有什么东西我需要付给吗 是有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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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啊 我不确实是哪个箱子 哦,ok DHL 等一秒 DHL给我打电话 他说 ok ok 两个半月以前 你收到一个包裹 你还差我们 41块8毛5的 加币的税收 我说是哪一天 他说 7月5号 然后我查了一下我的Vlog 他说我7月5号收了 对不对 我查了我的Vlog 我7月5号那天 从早晨9点钟 我就不在家 我怎么可能收到包裹 我回到家已经晚上了 就是我7月5号 不可能收到 他给我打电话说 ok,这就是你的包裹 你要欠我们的钱 什么意思 如果我欠你们的钱的话 应该这个包裹应该是 给了钱之后 你才会给我 是不是 也就是说 那有包裹你没给我吗 简直不可思议 有人说 ok 衣服穿反了 衣服为什么会穿反 因为昨天晚上拆封的时候 我就这么脱掉 我这么把它脱掉 然后我就再这么穿上来 但现在呢 就震过来了 所以衣服穿反了 不穿反无所谓 关键是这个包裹 真的是让人很头疼 把这个电话这么难打 而且他说7月5号 这么久 我怎么可能记得 我又不是神 不管了 反正我不给他交钱 哦 Jeffrey的 新的 这个信息 可以看到一个亲吻 一个新 哇哦 这么快 nice 是7月5号 2016年 这个一开始呢 我就这个 啊 去修车了 然后后来呢 就在酒店跟客户 陪着客户 然后我们去海灿去逛街 然后可以看到 后来就去大峡谷 然后往里面走 走走走走 就结束的时候 应该已经深夜了 也就是今天 我是不可能收到 结果他说 OK 7月5号 我欠41.85元 胡扯 看着衣服 今天呢 穿的是同样的衣服 跟那天一模一样 连裤子都一样 鞋都一样 是因为呢 今天要 去再次试镜 上次的时候 第一次试镜之后 一般呢 如果有戏的话 他会给你call back 就是再打回给你 你再来试一次 所以今天呢 第一次得到人身中 再次试镜的机会 也许是一个好兆头 假如说 在这里说 假如 这次试镜 拿到了这个角色 会怎么样 大家想一想 再次试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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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镜 刚才那个呢 这个牙刷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买个牙刷 刚那个牙刷是我下车之后 奔跑过去买的 非常时间非常紧迫 现在还有15分钟就迟到了 花一块二毛五 在一个Dollar店买了一个 买了两对牙刷 两个牙刷 一块二毛五 因为这次扮演的 依旧是上次那个爸爸 饰演一个爸爸 爸爸呢就要在厕所里刷牙 就这个样子这个情景 然后那个导演说 你自己把牙刷带上 结果给忘了 因为某种原因就给忘了 就没有办法 等他用这个希望他不要看出来 这个是新买 因为我旧的颜色跟着差不多都是蓝色 嗯 看前面这个样子好像有一点点堵车的感觉 希望不要太堵 因为几乎每次去的这个 该停车的地方 每次几乎都没有停车位 如果今天再没有停车位的话 又麻烦了 特别心烦 Downtown停车 甚至是Downtown就是 周边停车都是很困难的 尤其在这个高空气的时候 现在是下午5点20分 但是没办法的 只能拼一拼了 至少不会被拖走 OK同样呢是不能拍摄的 所以我要把它放进去 我们 我们 感觉没什么气 因为他这次试镜呢跟上次不一样 多了很多 即兴发挥 我们又不是演员 其实每个人都是演员 但没关系 再接再厉 这次不行 下次再来 现在已经是晚上6点半了 还在堵车 我似乎听到了有人在唱歌 但是不知道哪里传来的声音 Oh my god 听到了吗 没有 没关系 每个人都是厚师 这是家寺 两个人 我们不离一路 这间人 的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lonely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sad Cause we got no more if only And we start to feel the bad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sadness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fear Now we're stuck in 以前我经常来这家店 是因为它 离我住的地方特别近 回来搬家之后很少来这儿 不过很久没吃 好辣 太辣了 昨天看新闻说对面这个楼 二楼的一个珠宝店被抢了 被抢劫了 我去看看看看有什么异常 现在是7点钟好像已经关门了 来的稍微晚了一些 因为已经关门了 所以那家珠宝店不让拍 然后我看一下大概 周围有一些金条已经不见了 周围就摆了橱窗 有些东西已经没有了 所以确实如新闻所说的 它被抢过 然后他们现在把那大门呢 锁了两道锁 越来越严重 刚才吃完这个饭之后 感觉这个辣椒吃的有点多 感觉跟中了毒一样 有点特别难受 现在是晚上7点27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答应了今天一个来自豆鱼的一个运营商说 在这个豆鱼这边随便直播一两个小时 看看效果 于是乎 周围准备开始直播了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这直播成本蛮高的 对 好了现在呢 我在这儿 直播了大概一个小时 跟大家讲讲科技产品 这晚上讲得我口感舌道 因为刚刚吃辣子大家也知道 太辣 可以看到我这场面 这就是豆鱼的网友 在这儿 这是我 看着啥不大鸡的 这豆鱼的网友 这是我 给我直播的场面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今天直播主要内容 就是跟他互动 互动呢就得说话 我语言不太好 是不是 大家一起上电视 大家一起喊米哥你好 我们大家一起说 米哥你好 我就让你看到 开始 好了上电视开始了 好 有人说米哥你好 米哥你好 谢谢谢谢 OK 看来有人刷屏了 有人刷屏了 看到没有 真的粉丝真的太可爱了 现在观看没多少 只有1400多人 真的不多 谢谢大家 好了其实我每次做vlog 其实就是因为我身后这些人 身后电脑背后那些人 就是在国内 天天努力奋斗的人 他们知道 其实 很羡慕你们有时候 有时候我也想回国奋斗 但是我这个不抽烟不喝酒 有时候雾满我受不了 没办法 谢谢大家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